哦 我去换件衣服 我以前接过你 什么时候 我忘了 反正我还记得你的样子 真的 妈妈 怎么了 妈妈 没事 来 我就是低血糖 所以晕了一下 你生病了 小感冒而已 没什么大事 妈妈 低血糖 吃块糖就好了 童童真乖 童童你饿了吧 要不你也先吃块糖 一会儿妈妈出去给你买饭 嗯 真乖 你一生病孩子就挨饿吗 没有啊 美玲会照顾童童 我不会让孩子挨饿的 你出来干嘛 没事 你家里只有这个 有没有感冒药 有 我知道 嗯 嗯 谢谢 好好休息 童童今天我照顾 童童 妈妈只是生病了 过两天就会好了 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不好 我要留在家里照顾妈妈 那我不去在家里玩 好啊 我们玩车吧 你看这个车 车门还会打开 还有好多座位呢 你喜欢车 这是我跟妈妈一起画的 我知道在哪里见过你了 爸爸 你看 什么东西 来 坐 你这一年 你这一天 我吃了 你这个月 饭 我放进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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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彤彤 谁呀 来了 来了 好 刘姐 刘姐今天来找我是有事吗 是这么回事 我这房子不能租给你了 你必须在一周之内给我搬出去 为什么呀 我不是刚刚交过房租吗 我赔你五倍的违约金 你只要搬出去就行 五倍 不是 刘姐 你连五倍的违约金都可以赔我 那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啊 那你就别管了 我把五倍的钱给你 你在租比我更好的房子不就是了吗 刘姐 是不是有人指示你这么做的 是不是有人让你把我赶走啊 我听不懂你的话 我走了 刘姐 奶奶好 哎 以周之内必须给我搬出去啊 谁呀 不知道 是不是你耍手段逼我走的 你说什么 是你指示刚才的房东 把我赶走的是不是 你有证据吗 我还需要证据吗 律师那边怕得罪你 不敢接我的案子 公司又怕得罪你把我开除 现在这个房子对你利中谋来说 算什么呢 在孩子面前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 既然你这么在意童童 就不要用吓散了的手段 妈妈 童童 爸爸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 童童 童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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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这也不是我的 你怎么来了 徐经理突然打电话 叫我过来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既然已经把你开除了 又把你找回来 这里边必定有什么猫腻 小心黄鼠狼给击败您 还能有什么事 比开除更惨啊 说得也是 那他叫你回来干吗 我想了一路也没想明白 苍总 来来来 心许他昨天晚上被雷劈了 明星发现也是有可能的 再过十分钟立会 大家会议室准备啊 走 开会 下面我宣布一下人事人命 A组的组长调到了人力资源部 则以公司决定 新组长 由梧桐接任 好 对 程٩ 啊 有个人 什么时候 有个人 汤 什么时候 我看你 我看他 放一边 第二个人 有一个人 我看你